所以今天要讲那个情绪管理的部分 其实情绪管理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好的课题 也是一个在企业也好 在家庭也好 在任何事情 就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功课 在学校也是一个很大的管理的课程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讲EQ 就是研究显示 EQ高于IQ的话 他的工作的表现 或是他的能力可以增加九倍 Night Times 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EQ很好 IQ没有很好的话 但就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人际关系 家庭的关系 亲朋好友的关系 所有处理的比别人就好 所以就是IQ重要吗 IQ也很重要 就是智商也很重要 当然就是所有的企业也好 家庭关系也好 任何事情 就是EQ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情绪管理 但就是情绪管理之前 我们都是一定要先有认知 就是情绪 什么是情绪 情绪就是我们在讲的 喜怒哀乐 这种思维的东西 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不幸 我常常讲就是说 我们以为是我们可以 就是随心随愈 什么什么的 其实是我们的人生 你自己想一想 我们人生一大的部分的时间 都被情绪所控制 Emotion 比方说心情不好 那个人怎样 这个人怎样 薪水不够 反正就是每天都就是烦恼也好 就是嫉妒也好 恨也好 不开心也好 生气也好 反正这些都在讲情绪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人的就是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之前 甚至连梦里面都有是被情绪控制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理好的时候 当然就是说管理好有顺序 我之前讲过就是人生的五大管理 就是如果你这五件事情管理好 你人生很轻松 我们再讲情绪 情绪管理好的时候 你的Energy 就是比方说你自己的心情管理好 你跟人人生的关系变好 然后你的生气少一点 怨气少一点的话 你的能量 你的福报就快速的增加 就上次讲的就是五大管理里面 就是很重要很重要 最后情绪要管理 但很多人说情绪怎么管理 生气来了 什么什么什么都一大堆事情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有一个顺序要处理 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就是我常常在讲 就是说今年应该讲了很多不生气的这个道理 就是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生气会产生怨气 怨气就产生破坏人与人间的关系 就是我一直不断的在讲 就是生气这个 因为在我们在情绪里面的生气是最重最重的一个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 破坏我们的生理的机能 破坏我们的心血管的系统 破坏我们所有的代谢系统 然后破坏人际关系 破坏一大堆一大堆事情 甚至就是说你非常生气的时候 你变成是弱智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觉知 所以第一个要讲的是 你要觉知觉醒认知情绪对自己 就是不好的情绪 第一个讲的生气对你的杀伤力是多大 从观健康来讲 就是你一生气的时候你的免疫就是很快就低下 就容易感冒啦 容易就是COVID-19 什么都是很容易 常常生气气呼呼的 然后再大一步来说 就是突然生气 突然就心机梗涉 那个脑中风突然血管爆裂 也是一样 然后常生气的人 也是代血变不好 肥胖也好 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睡不好 失眠 一大堆事情 就是观身体的健康 它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比方说你生气的时候会怎么样 就是你生气的时候 你跟同事的相处就变不好 你的decision making 意思是说你的判断能力变弱 所以看看我们前面讲的 如果你的EQ处理好 如果你的EQ高于IQ的话 你的EQ的表现 处理的工作 或是所有事情 比IQ来的就是八到九倍的效率 所以意思是说你不生气 你的情绪管理很好的时候 你的工作上面的表现也很好 你的业绩也会变很好 你跟家人的关系也变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情绪 就是我们在讲情绪第一个 就是生气的时候 它产生的负面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负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意思是说它会造成怨气 它造成你变成弱智 判断能力错误 然后就跟人间的关系越来越糟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佛教一直在讲就是 生气是最毒的毒药 如果一刹那的生气 它可能把你几百年造得很好的丧事 一下那就毁了 如果我常常讲就是生气会产生怨气 生气的功能是破坏我们的心里的瓶颈 生气是我们变成弱智 所以这些都是副作用 所以第一个就是今天一定要知道 这些情绪 怨气恨生气不开心抱怨 反正所有这些所有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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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的东西 你第一个你要觉知觉察 要认知原来情绪是这么一件事情 情绪对我的身体伤害是原来是这么大 不只是破坏我心里的瓶颈 甚至破坏我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什么的事情 都是在破坏这些所有东西 所以就第一个要有这个的认知 认知以后就是我们心里就在想 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觉得 这个是不好的东西 比方说情绪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东西 要处理一下要管理一下 父母也好公司企业主管也好 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想管 小主管想管下面的 老公想管太太太太想管老公 父母想管小孩 企业家管下面的员工 所以每个人都想在每天都在忙着管理 但我们好好想一想有没有管好自己 今天听了这个以后一定要觉醒过来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管理好我们的情绪 是不是我们这辈子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被情绪所控制 所以如果你就是觉醒到就是说 我原来现在是每天气呼呼 每天对家人抱怨 每天对员工抱怨 每天这样子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被情绪控制 你们要管理好它 其实情绪是我们要管理好的 因为情绪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生活的一部分 跟你就是离不开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那个思维 emotion就是情绪的波动 跟大脑里面就做了所有的事情 这辈子就是你没有管理好 它就是那个是生气怨气抱怨 那个是离不开你的 你没有管理好的话 不该生气的时候它就跑出来 不该有怨气的时候就跑出来 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管理 比任何企业管理 生意管理 税务管理 任何管理 亲子管理 夫妻管理 任何管理的更重要 如果你把这个情绪管理做好的时候 你的emotion处理好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完全完全不一样 你就开始从地狱升到天堂的概念 就开始完全完全改变 但就说这个前提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有觉知情绪是 原来是我们从要内心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念要改变 就是业 我一直在讲就是人生管理是有顺序的 我们先处理好这里 现在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这里管理着这里 就是情绪管理着这里 心不想这样子 但就说情绪来的时候 你也不得不这样子 不想生气 又突然生气了 不想怨气 突然又怨气了 心没有这样想 但就说因为被这个 所以说我们管理的方式 甚至错误 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先处理好心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觉知觉悟 情绪的对身体的不好 如果你心没有处理好 就开始想 思维 想想想想想想 原来生气对身体的伤害那么大 恨对身体的伤害那么大 怨对身体的伤害那么大 然后所有的种种都是就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就是说你生气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怨气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这种情绪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只是破坏我们的心里的瓶颈 peace 越来越变成情绪的奴隶 有一天完全没办法控制 就一点点就开始神奇发大哄 所以这个是一种坏的习性 所以我们先第一个就是要觉知觉悟 就是说把心处理好 第二个态度 什么是态度 意思是说 你要不要真的要去管理这件事情 你的心态 就是你心处理好你的心态 重不重要 情绪管理 如果今天听到 就是说情绪管理非常重要 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就是重重之重 像企业家开事业一样 就是没日没夜的去把事业搞好的 原因是因为他拼命 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 什么什么 就是因为你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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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也是我要考第一名 我要考到台大 我要考到北英语 我要考到什么什么 你觉得很重要 你才会认真 认真是就去考的 一样的概念 你的态度要重要 如果你今天听了情绪管理 这件事情就是说情绪重理 就是AQ要处理或是管理好 对你人生的事业也好 对你人生的家庭也好 对你人际关系也好 对任何事情很重要很重要 你一定要觉知到很重要 态度 态度改变了 就是你的思维就改变 你的思想就改变 你思想怎么改变 就是thinking process 你开始想很多方法 不要生气 不要有怨气 不要有恨 这些都是慢慢慢慢会找方法 所以今天会教这些方法 所以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有处理的方法 就是情绪管理的 就是我们的思维 很多都是错误 因为我生气是我妈的问题 我生气是我爸的问题 我生气是谁谁谁谁谁 就是反正external的东西 我们每天都忙着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永远你不会有一个peace的地方 所以意思是说 我这边有一张表 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看一下 意思是说你的态度 这是你里面 你可以完全可以处理的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 inner cycle是自己 就是这里面是要变成自己 然后外面这些是被动消极 就是不要去处理 你越处理越糟 有没办法处理的事情 主动积极的影响权 就是影响权 我一直在讲过 就是我们这辈子能影响的 就是只有自己 自己的东西 别人就是他人的建议 天气 政治 人和你的看法 经济 别人的错误 所有东西都是叫外事圈 比方说那个圈圈处理 所有的东西都是抱怨的现状 就是说所有东西 如果你没有被动 把消极处理掉的时候 你就只会在抱怨的状态 抱怨的时候就是看不睡 然后就是比方说 他说一句话 你就开始气 所以意思是说 这个要消极的去处理 我常常讲就是说 他人之物不上我心 意思是说 为什么是别人的错 别人的干嘛 别人怎么样 别人行为不好 还要惩罚我们 所以一定要主动的找回来 你的态度 你的教育 你学到的技巧 热情 习惯 爱好 自己的内心 自己的情绪 自己所有的 比方说 thinking process 心态 全部都是 你要做好自己的主人 所以内事圈 就是说 我们在情绪管理 我们这辈子最大的任务 就是我一直不断的 在YouTube里面 讲很多这种 为什么可以改的东西 就是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内心 改变自己的思维 改变所有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改变别人 才会改变 你的世界 就是顺着你的意识 就在改变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的thinking process 很重要 然后有很多人说 突然生气了 怎么办 我们就是生气 或是情绪来的事 第一个就是要有认知 这些东西 第二个 就是避开 或比方说 完全决断事情 比方说这个人突然骂我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reaction 马上去反应 如果就是你憋住气 或是就是比方说 不要讲话 就是一定要就是撑到几秒 就是突然生气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就是很气的时候 就是按这个 无名字这边 然后用力 用力 用力 双手这样子 很气的时候 就是不要发脾气 就是先按住 松开 按住 松开 就是一定要练习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练习的时候 你就的气会越来越小 下一次 就是说比方说你练习 他骂我 或是这个人瞪我 或是就是你老公 或是你的小孩顶嘴 或什么的时候 马上不要有反应 因为马上反应 就是变成一种习性 血就要越滚越大 你就是先停顿下来 停顿下来 是先练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平常也可以练习 就是平常练习的方法 就是压个二十下 一二三四 这个可以就是稳定你的自律神经系统 睡前就是认证按个二十下 很快就进入生殖睡眠 就是这个叫直火点 这个就是用力按 用力按放开 用力按放开 二十下 就很快就情绪稳定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任何事情 就是替别人着想 第三件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觉知 第二件事情 碰到事情是先冷静 第三件事情 就是任何事情 一定有别的原因 你没有看到的原因 你老公回来 给你摆个脸色 你不要马上就给他反应 就是先停顿下来 然后另外一个想 就是说他是不是 不是针对你 是不是外面碰到什么问题 是不是老板骂他 是跟同事有什么东西 Under experience 意思是说 是背后有不同的故事 叫做体谅 体贴 或是替别人着想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是 他发脾气 你不会发脾气 撞到是你自己 或是就是说 你老板骂你的时候 你就想说 那老板是不是怎样 他自己在家里 是不是老婆对他怎么样 或是今天碰到什么事情 或是这个公司的 语音状况不好 你从另外一个angle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解读很多事情 但不管对或不对 你不要去想 就是说你解读的 对也好 不对也好 但最少 你可以冷静下来 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情绪管理 最后最后 要撞到自己的心理平静 不要去想说 我这样想是不是 就是消极 我这样想是不是不对 我这样是不是懦弱 千万不要想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是 怎样 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他骂我 他对我不爽 他对我侮辱 任何事情 不要去管 但就说我们要管的是 我们内心要平静的事情 我们不要把这个情绪 emotion 因为他骂我 我生气 因为他对我点评 我怨气 他不给我这个东西 我恨他 不要变成这种 就是奴隶 就是任何这种发生的事情 你不要变成任何东西的努力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一旦这样决定的时候 就是说 我第一个在讲 就是说 情绪对你身体的状态 免疫系统的状态 自律神经的状态 代谢神经系统 任何时候 对身体不好的 我已经讲了 要有认知 第二个 你要就是心态要改变 心态改变 然后你的thinking process 你的attitude 你的心念 都要慢慢要改变 第三件事情 就是开始 从不同的角度 还有中间就是 一个发生的事情 冷静 就是停顿 不要马上反应 任何事情 就不要马上反应 不要马上点评 不要马上愿意 不要马上骂回去 就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个 就是心怨 态度 跟思维改变 第四个 就是刚刚说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 解读事情 然后比方说疫情 不要疫情 我们可以开始练习 就是可以静下来 打一个座 或者就是说 比方说 我们知道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这样子 然后一年一年 很快就过去了 流暗花明 又一春 那想的时候 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这些顺序 你得到的是 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 所有事情管理好 每天练习 这样的时候 你就心意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平静的时候 你不会变成情绪的努力 情绪是你要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意思说 你的喜悦 你的开心 你的peace 你很开心 开心 愉悦 乐观 看到别人的优点 也是一种情绪 就是说我们要把坏的情绪 摩讯要断掉 意思是 怨气 点评 不开心 抱怨 恨 这些都要断掉 爱 感恩 这些思维 乐观 美好的 很棒 人很好 这些你要增加 所以我们这意思说 我们要增加 正的能量 正的思维 正所有东西都能量 这样的时候 你的坏的这种 点评 怨气 恨 生气 越来越少 所以正能量 越来越急的是 你的能量 你的power就来了 这样的时候 你人生就不一样 你的人生不一样的时候 第一个 你撞到的是健康 第二个 你撞到的是内心的平静 所以一定要顺序 就是情绪管理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要觉知觉悟 认知 情绪是有两种的 一个是正面的情绪 一个是负面的情绪 今天我们练习的是 负面的情绪管理好 越来越少 正面的情绪越来越多 就是正面的思维 正面的好的东西 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是很好 第一个认知 第二个 你发生任何事情 先冷静 先静下来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这样也好 静坐也好 闭嘴巴也好 闭眼睛也好 任何东西都可以 就是先stop 第三件事情 就是你的心态 你的态度 你的思维要慢慢改变 然后你觉得情绪管理 这个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管理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一辈子最大的功课 你要下定决心 guarantee 你甚至promise 就是发誓 从今天开始 我要开始管理我的负面情绪 不要叫他每天做坏事 来虐待我 就是你要跟他断绝关系 就是你把它当成是 我常常讲就是负面情绪 你当成心魔一样 这个魔每天都在跟我相处 每天都在欺负我 每天都在虐负我 我不能再助长他 一定要下定决心 就是promise 就是意思说 心态 thinking process改变 然后改变了以后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别人的优点 就是习惯性 就是比方说 这个树好漂亮 这个我老板好棒 我父母很有慈悲心 我的老公怎样 我的朋友怎样 就是正面的思维 比方说他骂 他生气的时候 好可怜 他生气 应该身体很不舒服 然后怎样怎样 老公回来骂你的时候 是不是外面遇到什么问题 因为你的心态 你的角度 你的will改变了 父母骂你 好可怜 他们是不是年纪大了 是不是有不安全感 什么 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解读的时候 最后撞到的是 我们的心理的peace 慢慢慢慢改变 管理好以后 你的心就是 只会越来越平静 所以一定要记住 这种被动跟积极的方法 就是我们唯一能处理的事件 这里面讲的就是一样 外面事情我们解决不了任何东西 转控不了 就算转控了也不是百分之百 但里面这些东西是百分之百说 我们自己的 然后这个就是第三个部分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替别人着想 从defend angle 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任何事情 你的心就完全完全改变 这样练习的方法就是一样 就是每天手掌心贴在心上 就是看一棵树 哇这个树好绿好美哦 这个太阳好大哦 这个雨下得好棒哦 哇这个天气冷 就是没有那么热 就很好 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最糟的事情 你可以转念 transition 转念成好的事情的时候 最后我们的心理是平静 心理越来越平静 你连续连续连续 就是我在讲的就是这种心态 就是替别人着想 好的事情 看好的事情 感恩的事情 每天练 而且是情绪管理 负面情绪越来越少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每天练 每天练 每天练个五分钟 二十一天以后 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 人生完全会改变很多事情 所以意思是说 我讲了很多这种 就是说情绪管理 不要有怨气 不要生气 就是总之回来 一样 今天就是我们最主要讲 情绪管理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去学会 从不同的角度 体谅别人 所以意思是说 就是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背后的故事 跟不幸 所以从你这个角度 来去体谅别人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 不管他多机车 不管他多么可恶 你也会原谅 原谅别人是 也是原谅自己 意思是说放过别人 等于放过自己 我们最后的功课 就是原谅自己 放过自己 不要虐待自己 我常常讲 就是说我们的情绪 不好 负面情绪都是一个心魔在这里 我们要度的是我们自己的心魔 不是别人 不是一个就是突然鬼一个或妖魔鬼怪 不是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负面情绪的心魔 所以这五种方法 我今天教给大家 就是认真练习 认真练习 替父母着想 替你的老公着想 替你的小朋友着想 从不同的角度 替你的老板着想 每天都替别人着想的时候 你的心是平静的 你心平静就是撞到啊 为什么不做呢 一定要想就是他坏了 一定要想到他这么系车的 一定要想到就是说 我爸妈怎么怎样怎样怎样 我老板怎样怎样 为什么呢 你得不到任何东西 你想别人的坏 别人糟 别人恶 你得不到任何事情 当然就是说你得到什么 负面的情绪 给你心里的不平静啊 一定要知道这样的事情 你想别人的好 不管别人好不好 你想别人的好 他好 他爸 你撞到的是自己啊 他好不好是他的事情 但就是说你用你自己心态 就是说他很棒 他很好 他很帅 他很美 所有事情就是不管他怎么样 就是你不要去管 但就是这件事情是你撞到的 为什么不去做不去练呢 所以就是一定要每天练习 就是你相处的人事物 去公司 这个老板好棒 我的这个同事好棒 很棒 对我很好 感恩 回家父母 父母很棒 他睡睡念 没关系 他辛苦了 年纪大了 感恩 或小朋友很皮 哇 他很活蹦亮套 很皮 很棒 没有呆呆的 没有很尺寸 很好 从不同的角度 每天看的人事物 你从乐观的一面 从不同的角度看 是练习我们的心里的平静 你的心目就会越来越少 最后赚到的是自己 不会改变别人 那就是改变是我们自己 所以希望这次情绪管理 是练习正面的思维 跟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高度 来看人事物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